股庙致富可以不凭运气 只要用对方法跟对人 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 您准备好了吗 就让股市战将 带领我们积极稳健的累积财富 欢迎收听股市战将 华信投顾林和彦总顾问主角 101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6号 欢迎收听news9898新闻台 持续锁定的是我们的股市战将 我是桂花 赶快来邀请主讲分析师 华信投顾的林和彦总顾问 和彦老师您好 桂花午安 大家好我是林和彦 今天台北股市是开高走低 中场小跌了33点 指数来到了16601 成交量是2871亿 请教一下和彦老师 怎么观察一下今天的大盘 昨天大跌对不对 跌了200多点 236点 昨天融资大减58亿 逃难了 不该怎么说呢 昨天就在逃难了 今天开那么高 一开就132点了 你昨天杀股票的 开盘开那么高 你会有点后悔 早知道不要卖就好 今天既然都开那么高了 为什么又杀那么低 周盘变成跌33点 说在今天的最低点 因为昨天有些人没卖掉的 整晚睡不着 今天一开高看到开高了 我出去了啦 赶快卖 现在市场的人心真的很不安定 谁会经常出现那种追高杀地的情况 但轻松的啦 心定下来嘛 随时保持冷静的头脑 你才不会做错调嘛 是不是 我跟大家讲过 美国有三个礼拜的修正期 在这三个礼拜的修正期里面 台北股市会被影响 要买没关系啊 我们找table的股票费 半年报很好 价格还在低档的 有来你就求嘛 严禁追高啊 追高绝对会出问题啊 你看礼拜一大涨152点 哇 等于怀疑到 怕烹饪了 只差没有放鞭炮而已 我礼拜一大涨的时候 我还特别跟大家讲 不要推哦 会让人来哦 礼拜一我在做什么 我除了卖股票 连续空五支股票 礼拜一我卖 省准315 当天收盘收在321 会有人说啊老师啊 卖掉被洗掉了 我说不要那么想 都看钱的勾票啊 省准我们240几块钱 来回做来回做 你们做很多便的啊 那这次290买 315又卖 你看昨天是不是叠回到290了 所以礼拜一我们逢高卖省准 你卖得很漂亮啊 连续空了五支股票 空一全 46块钱 48块钱 空顶天 51 54 空广民 110 114 空金像电 167 175 我两天两天啊 连空两天 空完之后 昨天是不是大跌了 昨天是不是大跌200多点 昨天大跌200多点 很多人在认赔杀股票 我们在做什么 回补 我们在補空单 我们在補空单了 对 昨天 顶天 47块钱回补 補一半感情才不算 人数在462嘛 今天顶天 上来了 涨了3% 涨了很漂亮啊 对不对 昨天 补金像电 175空 昨天166回补 全金像电补完之后 今天金像电 大涨7% 哇 哈哈哈 又回到179了 是 那昨天补金像电 补166是不是 补得很漂亮 是的 又挥起来又扛就好啊 不要舍不得 节奏掌握住了 什么时候该进 什么时候该退 你就知道嘛 我形容过嘛 股票投资操作 就好像跳舞一样 你要把旋律掌握住了 那你跳7-5就很好看嘛 恶魔多姿 那你旋律没有掌握好 那大家 踩踩踩跳后背跳 你就踩到对方的脚啦 那整个舞 跳起来也不好看嘛 我们广民 昨天97回补 昨天大跌7% 我们97回补 那今天广民又拉到102 哇 又说5个人 5个人就又5%啊 是 所以现阶段 操作上 脚步要踩好 不是一位的追高 一位的杀低 那个都是兵家大计 在财报期间 完全看个股表现 啊 完全看个股表现 你要买任何股票之前 把财报摸清楚 这样才不会后悔 只要每次住完之后 然后隔了两天 哇 又后悔了 那你做那个决定 就有点太草率了嘛 对不对 好 昨天美国股市 开盘就大涨455点到穷 因为昨天美国发布 7月的CPI 7月CPI年增3.2% 市场估计是3.3% 那6月份是3.0% 所以虽然比6月份 多了0.2% 可是比市场预估的 还要低一些 所以昨天一开盘就大涨 可是到缩盘的时候 道雄剩下涨52点 可见的美国股市 上涨卖压也是很重 昨天达克小涨0.1% 非常报道题小跌0.3% 昨天美国股市的个股 大多数也都是开高走低 所以可见的美国市场卖压 它也是蛮沉重的 牛股市人就还没揣 所以我跟大家提醒过嘛 美国现在也进入 三个礼拜的修正期嘛 所以三个礼拜的修正期 拉高都在掉下来 拉高都在掉下来 那台北股市一定会被影响的 昨天美国股市一些比较重要的公司 大家比较关心还是在AI的部分 昨天AMD跌了0.2%不多 可是AMD平台不能破 如果平台破的话 恐怕会再补跌一波 那NVIDIA昨天跌了1.6美元 1.6没多啦 0.3%而已 可是NVIDIA就是挥达 做了三尊头 那种图形其实不OK 那双影不好看 所以AI相关个股要税理 你看美国股市很多个股 涨到历史高点之后 财报一发布 纷纷从历史高点掉下来 有哪些 台积电 财报发布完之后 从历史高点 一路摔下来 特斯拉也是啊 涨到299 到了历史高点 财报发布之后 哇一路掉下来 昨天剩下2404 所以全球都一样 都在超级财报 那你把个股事前算好 该卖就要卖 你就不会受影响了嘛 对 你看特斯拉 财报发布前我就跟大家讲过啦 不对哦 电动车的股票 不好摸啊 要去分一块 你看电动车赶紧果最近都跌很惨啊 是 3665冒连 最近这一波 从330 从340 今天剩下 270 340跌到270 1兆7万块的 不要急啦 电动车是大未来 可是等它修正结束之后 人家来求就好了嘛 林和宴都全程在锁定这些 最热门的话题 未来最重要的方向 你看五十二五台办 我们做了好多次 嗯 最后一次一百块钱卖掉 我告诉你们说啊 我的人真有意思啦 我在那里很厚道啦 会员卖完之后 我都会跟大家分享啦 对不对 因为很多人在跟着我们做嘛 听我们的节目 听你们的节目 在带我们的团 我都知道啊 嗯 我也不怕你跟 是 那我知道你在跟 所以我卖出之后 我会提醒你 我已经下车了哦 我会给我们买完了哦 好你再注意哦 那你听到之后 隔天赶快卖 还来得及嘛 嗯 你看我台办 最后一次一百块钱卖掉 你如果不卖的话 今天剩八十啊 对 剩八十啊 嗯 一张二万块啊 啊十张就二十万啊 对 十张就是十万啊 哎 买个十 十张的话一百万 少了二十万 很多的呢 嗯 所以勾票会账账 一定会会账账 会买一定要会卖 台北股市财报剩下最后几天 今天是十一号嘛 对不对 十五号 所有财报都要出来 嗯 所以剩下最后两三天的时间 你一定要 把个股还没发布的 要顺和清楚 不要事后造成后悔 啊不要事后造成后悔 你看台积电财报发布完之后 今天已经跌到 五百四十六了 今天台积电又跌了 五块钱 又破新低 台积电破新低 对大盘就会形成压力嘛 大力光财报发布完之后 没有一天涨了 嗯 啊不然我一天去的 两千四百五十块 今天剩下两千一百一十五 三百几块就没去啦 那你如果事前把它算好 你就没效果了嘛 甚至于 股价太高 半股也可以啊 对你看八二九九群联 我在讲的时候 我说半年报会衰退八十几% 股价四百二十几块钱 那就太离开了 嗯 我们来回康军那边 四百二十五康 三百八十八博 拉上来四百二十再空 三百九十六又补 我们来来回走 你看群联财报发布出来 三块半 我说的一模一样 群联今天剩多少 三百六十三啊 我们四百二十五在康呢 现在三百六十三 那多少 快六十块钱耶 快六十块钱耶 这种股票我只怕它不反弹啊 反弹上来都是空 现在有很多高档股票都要修正 你看最近修正幅度大了 你看创意 两千 跌到剩一千二 两千跌到剩一千二 八百块耶 八百块 就多少啊 就要四十八去了耶 就跌了快四十八去了耶 你看三零三五智元 从四百 跌到剩两百八 四百拌到剩二十八 百二块耶 百二块也剩一剩了啊 对 蒲瑞 从一千两百块 跌到剩八百块 四百块没了 也是三千没了 原本股王姓华 三千两百五十元 摔到剩两千块 千二块没了 跌起来就是三层三层的行情 过去都三千三层在剥的 你若不可以买 然后又喜欢追高 你有多少个三层的钱可以输啊 要多久钱就输完了啊 股票投资咕咕痠痠痠更重要 林雷彦在意什么 我在意的是安全安心的出发 股票市场获利是长期累积的 你要一步一脚印 慢慢的来 安全最重要 从地步开始走 三十八三十八 慢慢的走 慢慢的弹 慢慢的累积 风险大的我们就不要了嘛 何必去乘一十之快 然后去承担那种高风险呢 我从来不这样做啊 你看最近大跌的股票 干我屁事啊 我一档都没有啊 是 因为我都买底部的股票啊 对 我们买底部的高端股票 摔下来 摔下四九也没关系嘛 我们买底部的安全安心慢慢的贪 落得惊心嘛 对 那业绩差的 我们逢高 单股周周发 五天断空 也不错啊 嗯 昨天我们逢低也买了股票啦 是 昨天我们买省准 买290的 今天省准一开盘就301啦 嗯 但开盘又压回来啦 不差啊 省准这种 半年报就赚一个股本的 如果有蹲低我会再买 那200元来回走 现在已经300元啊 还有很多种底部的股票 怕你不知道而已 我这两天送给大家一份资料嘛 对 那两个股 随时会冲出去 你有拿到资料的 这两天如果蹲下来 要求要快去 嗯 因为半年报还没发布 可是营收已经成长 110%了 营收成长110% 这两天半年报发布出来 我估计 至少12块钱以上 因为第一季已经赚6块钱了嘛 第二季营收又比第一季更好 搞不好13块都有可能 那现在比你才八倍 半年能够成长一倍的公司 其实 很少啦 啊 没几斤啦 啊 有的大多数都大了 还有这种还没长的 真的不容易啊 你这两天有索取资料的 买点到 爱金Q 嗯 不然让你而言带给你做 资讯费一天一个便当而已 不要因小吃大 你看这个礼拜 从礼拜一放空的股票 你有任何跟到一档空的 利润都至少10%以上啊 是 资讯费 这样一天都倒回来啊 嗯 所以不要 为了省了一点点的资讯费 反而让自己脚步乱掉 那就更可惜了 利用现在一季的费用 赚一整年的活动 我们一起来合作 打算进来 好的 谢谢老师 现阶段财报期间 主要就是个股表现 千万不要乱追股票 趋势做对做错 真的会差很多 想要复制 省准 起机 群联 广名 还有金像店的成功模式 赶快跟着何彦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何彦老师的单股周周发 短线带你做价差 搭配长线做波段 让你多空操作更灵活 进一步内容可以利用我们 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买卖点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我们一定要在行情发动之前 先卡位 你才能够领先市场 会卖股票的老师才是高手哦 何彦老师一定会代进代出 让你有买有卖 获利放口袋 想要领先卡位在底部 赶快把握机会 跟着何彦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只要一记的费用 服务你到年底 欢迎你来电报名 02-239-239-88 02-239-239-88 行情是不等人的 赶快把握机会 02-239-239-88 02-239-239-88 另外在股票操作上 有任何疑问 想要咨询沟通的话 也欢迎你加入 何彦老师 LINE AT 以及Telegram帐号 LINE ID是 小老鼠PRO888 小老鼠PRO888 Telegram帐号是 PRO5个8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 邀请陪伴大家的是 华信投稿的 林何彦老师 手上的股票不对 一定要换股来操作 我们要在底部 买进做波段 那你才能够大获全胜 那么接下来 还有哪些个股 可以加以留意呢 请教一下老师 好的 今天开盘盘 结果收盘 又收到最低点 改见你的市场 人心真是很浮躁 最近最强的股市 应该是欧洲 因为欧洲股市 已经连续大涨两天了 那亚洲股市的走势 是比较稳定 今天大陆股市 也跌了一%多 大陆股市最近 其实表现也不错 大陆在拼经济 股市在9年的底部 因为现在全球 通膨的问题 都还没有完全解决 前两天 大陆发布了 物价指数CPI 竟然是负成长了 是 大陆本身也有通缩的问题 是 那如何改变通缩的问题 其实投资人 老百姓 都很单纯 有赚钱的机会 你要主动就会参与 所以要救经济 最直接的方法是怎么样 股市在挠起来 股市赚了钱 大家就舍得花钱了 通缩问题就不见了 所以大陆股市 目前在9年的低档区 全球股市都在相对高涨 只有大陆在低档区而已 那大陆股市如果涨 我们台湾这边 也可以分一杯羹 00637楼 护生22K4 最近都一直在16块钱上面震荡 两年前是37块钱 是 那都在16块钱 然后一直在等它好的机会来 不然一直都问我说 老师会下来吗 会下来吗 还要等吗 我说要有耐心 要有耐心 等就对 今天下来了 是啊 是 我们趁今天下来的时候 我们下去买 几乎买在今天最低点 大陆股市 接下来如果开始 做拉财的话 你有兴趣的 这种ETF 你可以特别留意 价格单位很低 15块而已 你还要把包包拿去 是 尤其37块盘都要 今天台北股市的部分 还有很多好的股票 像我昨天 连续两天送给大家资料 尤其什么股票 不可以说 你想知道 我资料都让你 打电话来收取 对 我只能这样讲 因为财报最后一定会发布 快则今天下午就发布了 慢的话 应该下礼拜一 礼拜二 最后时间一定会发布出来 这家公司 上半年的营收 331亿 去年上半年是157亿 所以光是半年的营收 已经比去年成长一倍了 110% 第一季六块钱 第二季又比第一季更多 所以半年不好估计应该 13块钱左右 那今年每股货率应该 会有高于26块 去年21块创历史新高 那今年可能会有26块 而且前一阵子公司在法说会上面 老板有特别讲 目前接到的订单 还没交货的 还没列账的 有高达600亿 接到订单 还没交货 还没入账的 有600亿 600亿是什么意思 去年一年营收才480亿而已 是 他现在接到订单 已经是去年业绩的1.2倍了 所以也就是说 他还没入账 已经接到订单 还没入账的 至少EPS都还有30块钱 以上 那现在股价还在 今年低档区 白费到八倍而已 零而言最会找这种 赚大钱 还没去的公司 最起碼你有风险 股票投资为了赚钱 可是相对风险 是你要评估的 如果能够把风险降到最低 甚至于零风险 那赚钱只是时间而已 随时 主力法一进来 你随时就开始数钞票 对 所以跟着人家演出 我带你锁定一档一档 这是这样的标的 是 30% 30% 慢慢来累积 任同我这种助法的 反正进来 利用现在一季的备用 赚一整年的活动 我们一起来合作 好的 谢谢老师的重点观察 以及分析 何彦老师坚持只做底部GEO奇展股 在底部买进做波段 你才能够买得安心 赚得开心 认同老师的操作 赶快跟着何彦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记忆部内容 可以利用我们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时间的关系 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华信投资的林何彦老师 老师谢谢您 好 祝大家投资顺利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 广告 会卖股票的老师才是高手 何彦老师一定会待进待出 让你有买有卖 获利放口袋 认同老师的操作 想要复制群联、省准、企机 还有中美金、环球金的成功模式 赶快把握机会 跟着何彦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只要一记的费用 服务你到年底 欢迎你来电报名 02-239-239-88 02-239-239-88 何彦老师的灯鼓周周发 短线带你做价差 搭配长线做波段 让你多空操作更灵活 赶快把握机会 跟上脚步 02-239-239-88 02-239-239-88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